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 这里又看到一羽天落 不过看到这一只天落我都有点害怕了 因为这是一只生病的天落 风环 你看是风环 明显是一只病鸽子 你看这是一只生病的天落 眼睛你有眼泪 还有颗痘 你看眼睛都是湿的 鼻子也是超红的 你看这个羽毛 羽毛很脏 有蓝色的滚章 这个前面还有一个小圆章 第八根羽毛上面有一个小圆章 现在难道还有比赛吗 这边翅膀没有脏 这些是病鸽子 这也没用了 放出去它也认不是家的 这不知道在外面流浪多久了 你看这个风环 全部的破层很严重了 我来看一下是哪里的鸽子 不开了 这是 足环是上海的 零九是上海的 零零七五八九零 我来看一下 那除非又是哪个共同的 查到了 这鸽子是上海的 是送安徽蓝色海湾共同的 这应该是五百公里决赛就的 这五百公里不知道什么时候都决赛过了 这是很久的事了 这鸽子在外面应该流浪了很久很久 鸽主是中文加蔡大名 200公里飞的还不错 540米 300公里飞了967米 应该是500公里决赛就的 这500公里什么时候举行的呀 蓝色海湾 这个我不清楚啊 蓝色海湾 这应该是很长时间了 你看它这个羽毛脏的 那个 一切切的破损程度那么严重 就证明它在外面流浪很久了 鼻子潮红的我还以为是小鸽子 朋友们你们说这只鸽子怎么办 现在放出去它是有可能会回去的 又是病鸽子 我先把它单关起来 给它治这个鸽头和这个眼睛有病啊 这是应该是医院体感染了 我先给它喂点药 好了再说吧 等它好了再说吧 如果这位朋友看到了 可以和我联系 这病的不轻啊 我只有像这样了 先给它治疗 朋友们 当你抓到一只病鸽子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你会怎样去处理